这六年来推动抗中保台的政策 造成两岸关系空前的紧张 也导致两岸政策荒腔走板 失去了人民的支持 这是民进党执政的一大错误 明年的选举实际上就是战争与和平的选择 我们要让民众知道 票投民进党青年商战场 票投国民党两岸无战场 2023年新年第一天 岛内各界就开始关注 2024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 最早表态要参选2024的台湾中广集团 董事长赵绍康如今表示 新北市长侯友宜是比自己更加适合的人选 蓝军都相当希望侯友宜出来选2024 他还点名郭台铭希望促成梦幻兰组合 郭台铭的声势也不错 所以我是觉得这两个任何一位出来 都可以胜选 不管郭侯配也好 侯郭配也好 其实有各种选择嘛 比如说一个当行政 也好 朱立伦也可以当不分区第一名 然后争取立法 赵绍康表示 侯友宜民调碾压所有人 只要早早表态参选 朱立伦想党也挡不住 有台湾媒体爆料称 近日国民党内传出风声 如果侯友宜挑战2024台湾地区领导人 将规划由明代江启臣投入新北市长补选 对此侯友宜没有正面回应 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角色 最重要我在新北市 希望能够串起北台的发展 台湾过不下 蔡英文日前接受媒体采访时 提到台湾地区副领导人赖清德 是适当的台湾地区领导人接班人选 然而根据岛内亲绿媒体美丽岛电磁报 公布的最新民调 针对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的调查中 有39.9%的人支持新北市长侯友宜 34.1%的人选择赖清德 民进党将在今年1月15号补选党主席 由于目前只有赖清德参选 这意味着2023年民进党将正式进入赖清德时代 有分析指出赖清德接任党主席后 除了面临处理党内黑金及腐败问题外 如何调整民进党两岸路线将成为其关键挑战 日前赖清德在台南参加活动时 抛出了所谓和平保台的口号 对此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讽刺说 所谓抗中保台喊不下去了 民进党终于发现路线错了 每天每天喊抗中抗中抗中 让大家陷入一个兵凶战危的一个危险性当中 有台湾学者在联合报发文指出 不管赖清德多么口若悬河 现实就是年轻人要当兵 两岸还是维持兵凶战危的情况 民众不会相信他的说法 所谓调整论述终究徒劳无功 包装台独论述 给台独换上新皮肤 这些障眼法解决不了老问题 只会制造更多新问题